台北市政府的市政会议从早上一直开会到11点才结束 面对在外面等待的大批媒体记者询问 柯文哲表示大巨蛋大抵完成之后 其他部分做完了再说 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个安全 至少他现在是聚焦来处理安全的问题 所以这个要先处理 其实我主要目的也是让他先把安全的问题 能够明确清楚的交代 那时程要清楚 我要的是这个 至少现在整个事件是往正面的方向发展 至于执行完以后再决定下一步 所以有时候就走一步算一步 先把我最关心的 所以这个叫priority 是有轻重环节 我要先解决我现在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之后再处理其他 而针对公文外泄案的陈储结果 柯文哲表示公文还没交到他手上 一定会尽快处理 我想是这样 他们有个建议案上来 我在看怎么处理 所以有时候你叫 所以说你 有时候你把它盯起来 这到底是福利还是处罚都不讲话 既然送到 送到那人事处 他们就说他们特别交代 长官还没有看到公文前还不可以发布 说怎么处罚结果 他说这个要按 出来之前人事事来特别交代 说要按依法行事 长官不可以违法 另外记者继续追问 有议员质疑大巨弹工程 也会影响到高铁和台铁结构 客问者表示有问过工程专家 因为台铁和高铁使用的管线材质不同 造成的危险度也比较低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 BB宽品120美每月888送1200元 还有21个高画质频道 WiFi无线环境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BB MING PAO TORONTO